這油門操控起來還蠻有自信的 只是轉彎沒有什麼自信 啊唷 嗨 各位車友好 我是教士 今天我來到的是副哥的掛重機 要進行所謂的重車老實說的單元 今天我們測試到的車子 是凱旋Triumph的Truston R Truston R 其實就是過去Truston 900 升級到1200cc引擎的版本 除了引擎之外 它還有就是配備的前倒叉跟後殼 正常來講你會覺得說改了倒叉之後 應該操控性會變更好 但是實際騎完之後 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我騎完之後的感想 這組倒叉 就只有好看而已 OK 我這邊路很小條對不對 這邊路很小條齁 那你路不到齁 對啊 沒關係 我是今天要貼近你一點 好 好 你就不要默默想要跟我擊殺就好了 好痛喔 慢慢走 要不然你會害我乘故再多兩台車 好 對啊 站在這煞車還不錯 欸 幹警察耶 給我辦法超車啊 警察 對啊 我看一下 對啊 站在這煞車還不錯 欸 幹警察耶 給我辦法超車啊 警察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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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燒水不是 你幹警察耶 給我辦法超車啊 對啊 這個燒水不是 你幹警察耶 給我辦法超車啊 對啊 對啊 哎唷 我的媽 哎唷 哎唷 我的媽 難走啊 哥哥 你被我們兩個錄下來了喔 有啊 一定有錄到啊 有啊 兩個360的鏡頭喔 不要開 不要跟我鬧喔 喔 不關不關 不動不動 喔 太好笑了 結果 結果又要噴寶寶寶 幹啊 這太扯了啦 太好笑了 還好我有先看到他 欸 你騎太快了啦 這台車不好抓 不好敲了 等一下啦 我再多打一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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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多打一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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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多打一個 沒有 這種街車的那種 我這麼講 彎道掉性很怪耶 就是 會有點 靈活 可是要靈活過頭 像我在壓車的時候 會覺得我龍頭 龍頭想要幫我車甩出去 那種感覺 對啊 就快一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的那個車身 是在跟車頭對抗這樣子 過彎起來沒有那麼有信心 就是你壓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有重心不穩的感覺 都不太穩的 對 然後就是 然後車身又很靈活 所以那個 你就會覺得你的前叉 你的前叉要把整台車拉住 可是你的後面在那邊 給你嗨啊嗨啊嗨的 太過收視的設定 對啊 還是這是因為是雙B電器的關係啊 因為雙B電器不是後面左右會有干擾 喔 會 對啊 的確會 所以其實我感覺到 應該是那種後面雙B電器 在干擾的問題吧 也有可能 對 因為它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前面很紮實 超紮實 可是就是後面一個人在搖搖搖搖 這個時候又會牽扯到後搖幣的限度 喔 對了 所以 就 有一行沒兩行啦 對了 就是它這種設定 本來就是 俗視取向 所以我覺得它反而 怕配 all-in時間是浪費啦 只是自己 Kimoji問題嘛 對 應該是喔 對啊 欸 這邊的車開都沒人家跟你客氣 就是跟你靠中線 我這樣開都要排煞車了 那你要在前面 因為你的車被撞到比較便宜 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直言賣隊了 你不知道嗎 當然是要先推一個出去試探了 像 像不是說氣了 要入海之前 會先把同伴踢下去 然後看看有沒有鯊魚 或天敵 哈哈哈哈 超車 超車超車 過得來嗎 唉唷 當然過來了 拜託 一千二百CC耶 喔喔 對對對 這根本就是 不太小便利了 對不起 台灣最完美的排氣量 一千二百CC 一滴都不浪費 欸 等我啦等我啦 我沒那麼快 我沒那麼吹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剛剛就算檔了 喔 真的喔 哈哈哈哈 等一下嘛 體諒一下 這個不敢壓車的男人好不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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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到市場就好 到市場就好 靠 用市場氣就好 會比較順 市場氣就不會那麼快 喔 對對 就不會那麼加速那麼猛了 對 這還真是平順啦 然後要超快 還是要一下下 因為它連動力 應該都是比較舒適的 前面路感會強過後面 你知道 可是過這種小彎還蠻輕鬆的 你看我就完全沒辦法離個氣 就是順順的這樣上去而已 也不會也不會喘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欸 狗狗 咳咳咳咳咳咳 不理我耶 靠 連狗都不屌我 車喔 狗不理 狗不理啊 狗不理掉是 欸 好 因為我剛剛其實是三檔 我剛剛三檔過那麼彎 其實 連離個氣都不用後 也就這樣順順上去 他這個 低速 低速的扭力 其實真的 蠻充足的 所以我這樣三檔 這樣低速直接吹 他也不會有那種 就是 蛤蛤蛤蛤 那種感覺 不會喘喔 對 不會喘 就應該說 他油門的轉起來也是 不暴力 可是很飽 很飽滿 對 這個新手琴應該蠻舒服的 都紅 對啊 就前面啊 前面真的太硬了啦 這個問題是坐在前面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前叉 是倒叉 路感太強 然後配上這種車身 就是有一點點過頭 硬過頭的感覺 對啊 不過如果就是騎性格的話 真的蠻棒的 因為倒叉看起來就是比正叉爽 這是真心話 內心話 對啊 你等一下可以試看看 我現在還不錯 反正這還不貴啦 要簽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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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簽名 簽名就可以借 是借的嗎 簽名就可以借 簽名簽什麼 剛好我真的覺得騎重車 要騎很快 那這新鮮要超大顆的 對啊 沒有啊 該也不是說不穩 就是那個操控感 就有點詭異啦 這跑過三個跨啊 對沒錯啊 這後面有跨啊 只是就是 因為他的那個 低轉速扭力很薄 所以基本上 你就算不拉力了 其實這樣轉速一兩千 也是過得去啊 就油門 油門操控起來還蠻有自信的 只是轉彎沒有什麼自信 哎唷 這真的是賣灌我們對面的XXXX 靠 他是想要怎樣 外內外就對了 我差點就車庫多一台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啦 這個是被阿滴要幹掉 然後又要被artist幹掉 硬爆 OK那我們先來做一下這台Truston R的總結好了 那這台Truston R它是2016年出廠 然後是2017年式的版本 那它的新車售價是蠻高的 79.8萬 其實如果說是以79.8萬這個價錢的話 它已經可以買到一些入門的公衡級仿賽 不過這類副武車它真正的價值啊 其實就是它那個氣質跟那個氛圍啦 所以操控跟性能其實並不是它的重點 那一般人會覺得說對操控跟性能有加分的東西 像什麼倒叉啊然後O之類的啊 在這台車上面啊 其實就真的只是一個漂亮的裝飾品而已啦 就是讓你看著有FU然後更勝過於你 騎起來有FU的那種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在騎的時候就有非常明顯的感覺 你看我一直外拋就可以知道啦 說實在的以新車價接近80萬來講 真的是需要蠻有愛的啦 可是如果說你是買二頭車的話 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小一點 它甚至可以打動一些原本是想要鎖定 那種比較新的日系復古車的車主 因為以二頭車的市場來看啊 這種收藏性質偏高的車款 買到私物車的風險相對比較低一點 那以它雙鋼那200公斤左右的車重 對日常騎乘的負擔來講其實也不會太大 而且傳訪譜它的復古車車系 在妥善率上面也相對穩定 只是如果說你正要買這種車啊 因為畢竟它就不是所謂的市場主流車款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會是 你如果說看到二頭車市場有出現這樣的車 然後價錢跟它的物件是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就趕快買下來啦 因為如果說你還在等到相同條件的物件出現 其實真的是蠻需要緣分的 OK那以上就是我對Truston R的一些簡單的感想 好感謝各位 掰掰 我們今天試的車是一台我自己很喜歡的車 就是SV650 不過它是X版的 其實我之前對SV650的印象就是 很好騎 差好騎可是很無聊 沒有激情 如果我就覺得它這個分離靶的姿勢 然後搭配這個 原廠腳踏真的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手機 野狼 狼牙改的分離靶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我去看一下 這是一個問題的